好来看到台湾前晋党党主席 释杨悟空到新城乡捐赠物资311份 每份物资分别有3公斤的米2包 1公斤的油2罐 由新城乡公所社会客来安排 全乡的低收入户到新城乡 原住民多功能活动中心来领取 那么捐赠仪式由乡转合理台亲自主持 新城乡公所社会客全体的同仁 也协助乡亲领取以及搬运物资 新城乡公所7号上午10点 在新城乡原住民多功能活动中心 办理释杨悟空三星人士物资捐赠发行活动 新城乡公所社会客长林一辉 释杨悟空等一星人来发证给新城乡 低收中低收入户的乡亲 相当和立台也特别致证感谢状表达感谢 今天很多地方的人士在工程民旧时候 其实要来违规地方 但是我们杨祖席啊 旁边所谓的工程民旧太师祝家 他是平时呢正在做善事 以水可能要得到他方知感恩 你安那淋醉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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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 也可以跟公所来谈议 公益不解的善心人士愿意到新城乡来 都是这些善心人士愿意来协助各位 所以我在这边多项的事情跟大家报告 跟大家宣导 我们都是一家人 新城乡公所团队的行政效率 将很有效益的通知乡内中地收入户的乡亲 并且尽快办理发生的仪式 而乡上和离台也亲自立临会场给他感谢 并且关心以及鼓励乡亲 今天来到新城乡 应该是第二次了 应该是第二次 也是因为我的好朋友和离台乡长 他平常作为事情不会感到 很荣幸能够跟大家来见面 如果需要我能出一点点的力量 请你们就转到香港 转到香港 我想二十几年好好做事 好好的做 能够为地方 来做一些大家 认为我应该做的 所以还是请你们 如果有任何的需要 请你到香港 相当合理代表的是 施养悟空师父捐赠爱心物资 给新城乡的中地收入户 乡公所有很多社会福利的政策 利用物资发放的时候 跟乡亲宣导 例如全乡乡民团体伤害保险 祝愿乡亲 营养慰问金 幸福巴士等等 同时乡人也提醒 乡亲时时要怀有感恩的心 感谢帮助我们的人 也希望更多的企业 社团或是个人来协助新城乡 协助相当更多的困苦乡亲 记者金鸿毅 亲切相报道